中國解放軍環繞台灣島的軍事演習進入第三天 台灣指大陸戰機和戰艦舉行了無以攻打台灣的演習 有些已經跨越了被視為非正式緩衝區的台灣海峽中線 李永瑜報導 台灣軍方指解放軍的戰艦和戰機 星期六繼續在台灣周邊進行實戰演習 還無以對台發動攻擊 部分戰機戰艦越過兩岸之間非正式的海峽中線 中國官方媒體就報導 解放軍東部戰區星期六繼續在台灣島北部、西南東部海空域 進行對陸打擊、對海突擊等科目訓練 路透社引述匿名人士消息透露 解放軍戰艦持續迫近台海中線 在台灣東部海域以及輪近日本西南島嶼的海空範圍 解放軍艦艇和無人機 還無以攻擊美日目標 台灣亦出動空中偵察和艦艇進行監視 防空和反艦導彈亦進入戰備狀態 有戰略分析人士認為 北京政府在佩洛西訪台事件的短時間內 就已定在七個區域部署的演習計劃 認為絕非短時間內可以完成 其實就是一個對台作戰計劃 同時也不只是針對台灣 也針對美國和日本 傳訊部署的電視線 轉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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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